香港歷史上最嚴重的社會動亂 就是發生在1967年的六七暴動 當時正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香港的左派人士受到國內反帝國主義情緒的影響 企圖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 迫使香港殖民地政府投降 解放香港 事件是由新蒲江大友街的香港人造花廠 勞之糾紛開始 當時左派工會分子 發動那些被解僱的工人上街示威 之後再發生了一連串的政治事件 市面上有很多宗恐怖襲擊 引起市民的恐慌 維持長達七個月這麼久 勞去可以再奪 心要堅決 來換我他人 林志祥 張宇 林志祥 Kan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了,有个女人在喜欢你 你今晚跟谁去听音乐? 我自己而已 你不是说要约别人? 我再问你一次 我真的一个人去的 我不是问你这个 我是问你 肯不肯跟我结婚 你答应我 反对家家政制出来 大家出来吧 我们要反对政府 无理家家 无理迫害 我们要抗议 走 我知道妈妈没有来香港 我在伦敦的时候 已经找过她 1967年5月 香港遭遇到一场前所未有的暴乱 对于当时社会的繁明安定影响很大 动乱的初期 政府是用冷静容忍的方法去应付 但是当时疏乱越来越严重 形势越来越恶劣的时候 政府就被逼改用严厉强硬的态度去对付暴乱 到了九月 在市民和政府通力合作之下 冬乱的情况逐渐受到控制 使免疫渐渐趋向平静了 顾审 待会不知道会不会船 又说罢工又说停航 又说停航没有船 就过去埋伏了 不怕的 不怕的, 随便去到急急搜就行了 我想你和我做一下眼睛 买一片饭煲就在我帮眼 真是的 狐狸仔 畢竟你和阿忠都是差不多年纪 如果你正好眼睛 那你就劝一下他 求求他们明天大家见面 那或者又行 他为什么不来 叫他来了, 他是橫河 又说要自己开车出去搏一下 这么贵 阿敏 强哥 对不起 我离时了 刚刚放下就收到电话 不要紧, 我也是刚刚坐下 先生, 喝点什么 有没有吃辣红茶 好的 美国的红茶 又没有茶味又不香 很差的 我约了个顾沈 你有没有见过她 是的, 你又说想来我间厂看看 我什么时候都可以 你什么时候方便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 哎, 杯枪 哎, 炳强 哎, 杯枪 坐坐坐 坐坐 这位 好 在下, 王炳强 贵席 你好, 小姓胡 叫他狐狸仔 可以了 我和阿忠志仔玩到大 好, 请坐 好, 请坐 哎呀, 我以为你们认识的 让我介绍一下 你找顾沈 你找阿敏 我们大家是亲戚 阿敏老公呢 就是我堂兄弟 其实阿敏初初下来的时候 都在顾沈家里住的 是啊 那几年多了, 顾沈收留我 我还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不用客气 我不敢当 顾小姐 那些工人这么早收工了吗 周先生, 没什么要做 叫工人早点收工 什么没什么要做 只是应生厂那两张单 有时间做 你干嘛做得这么晚 周先生叫我计算货 看看值多少钱 你来干嘛 让我看看 不行的 周先生说不能让人看的 什么 阿敏 我何时托过你的手肘 阿敏 你说要钱 我就借八万元给你了 有没有搞错 周旁 我是来拿回我自己的份 不是来借 你在厂里 顶笼也只有五万元 顶笼也只有五万元 这几年我走走赢赢 摆了多少生意 快走 快走 拿回来 顾小姐 你说过 丹头做行的名字 打华都肯制 而且当初你只拿了二万元 二万元加上我努力和本事 起码都占四成吧 这几年只赚了三万元这么少 我们有个数据你看的 这个世界 不是正指你们才会计算的 算了 算了 你分得小时 我们也是分得那么少 这么辛苦 做来做什么 这次一乱 我都看花了 我还准备和他们移民 周婆 你不用说完这些无谓的事了 总之 我不会走今天就算了 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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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小姐 凡是这些官司都是很难打的 你可以找个会计师来查查他的数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案子是很难告他入的 那没理由我自己明知道 虧了也奈他不何的 我想问你了 你对香港的情况有没有信心呢 有 我觉得这次风潮应该不会很久了 好 现在周婆为了要移民 需要一笔钱 所以他就骗你 故意把公司和厂的价值贬低 其实 你可以考虑一下 就利用这个机会 买了他的那份 最近我做了很多流域买卖的契约 照我看物业很快会升值 谢谢 这个项目很大 那块是地王 旺角尼敦道 我们的计划是建商场 建戏业连大厦 对不起, 侯丹 我不是不想帮你了 但是由九年五月到现在 那海底隧道计划 浪了成十五个月 前途还没计 我不想再花时间了 这十五个月来 你不是坐在那里 我们的建筑公司 在这么乱的时候 都还有两个地盘开工 是你的建筑公司 不是我们的隧道工程公司 侯丹, 你应该明白 我们开张开发 就是为了海底隧道 这么特别的工程 但是你应该知道 现在不是说我们不想做 那这次九龙堡这宗工程 要继续多久? 机场工程分三计 第一期已经要两年了 那你什么时候走? 下个月, 一号 祝你好运 谢谢你 是啊, 我猜妈下个月 又要搬回来的地方住 不过那些钱不是只住两个月 她住两年 就要麻烦你照顾她 不是我照顾她 是她照顾我 整三十年 那是谁? 阿中, 我想到我走之前做回一件好事 你阿沈叫我勸你 有什么事? 叫你见见那女孩 女孩?三十多岁 你真是, 你好小嗎?還嫌人 總之不是好事 你真是 你不見, 怎知道人好不好 害羞嗎?不敢去見他嗎? 誰說我害羞? 只是女生, 我沒見過嗎? 那你就去見人, 現在怎麼這麼吃虧 是你 阿忠, 儘管他 我去那邊拍攝, 幫我找世界 你毛仔 只有這條路才能去美國 起碼快點吧 你真是叫我犧牲識相 叫你娶老婆, 又不是監你去死 謝謝… 不用謝謝 喝茶 阿忠, 阿忠 阿忠, 阿忠, 阿忠 阿忠, 現在才來的 阿忠, 這邊坐… 來, 坐一坐 喝茶… 來, 喝茶… 來, 喝茶… 喝茶… 阿忠, 介紹一下 阿忠 阿忠, 喝茶… 阿忠 這個小妹香梅, 阿忠 澄酒, 澄酒… 澄酒… 澄酒, 澄酒… 阿忠, 澄酒… 抓緊它 阿強, 吃點心吧 好, 好, 吃一吃 現在我們美國那邊 點心都挺漂亮的 聽說那邊還有很多堂片看 是呀, 但你們去那邊 我請你們看戲 好呀 阿忠, 你是不是想看一場戲 去那邊看? 是呀, 我說如果你想看一場戲 那一會兒你就跟香會去吧 千萬不要 現在政府說 如果市民沒甚麼必要 就不要到處跑 阿忠, 招呼一下香會 阿忠 問人吃甚麼就行 你吃甚麼 隨便 隨便 不是啦, 我去櫃面 叫我老朋友寫幾尾 是呀, 我要打個電話 電話在哪兒 在那邊, 我跟你過去 謝謝 先搶跑 你坐一會兒 來吧 你現在我們走 我來找你 或者遲下會沒事 你反正也有空 就去拍拖 你可以找阿香逛逛 昨晚我問你 阿香怎麼樣 你都說他很好 為甚麼你現在又不同了 人家扮完課就扯的了 打鐵你就趁熱了 蘇州過後你沒有艇搭的 真是沒有電腦氣 你是不是這一輩子都不想娶老婆 就算娶 都年輕的時候有娶有力娶 等到現在來娶 有沒有搞錯 娶老婆要講氣力的嗎 現在要你背著老婆到處走 阿中 你這樣說法 我明白你甚麼意思 你真是說年輕的時候 沒機會讓你逛女仔 年輕的時候我們要賺錢 哪有時間讓你拍拖 現在有機會 你自己就去把握 你不為自己著想 也要為顧家的神主牌著想 整套神主牌只剩下你一顆兒子 就像我一樣 真是你兒子又是你了 難道你眼光光看著我熬了幾十年 只剩下我自己一個恩嗎 你也沒有解 你 怎麼了 怎麼了 阿嬸 阿嬸 你坐下我倒杯茶給你 不知道在哪兒了 走吧 坐在你後面 萬一呀,嚴犯了暴動也不定 不要緊 不會有事吧 如果有事,你就蹲下 那就快去睡覺吧 真是補你大 今天凌晨三時 在鯉魚門道近觀塘警署路上 發現有九個懷疑炸彈的物體 後來軍火專家到場將它引爆 同一時間在觀塘區日發生縱火事件 放火的地點是翠平道、協和街 和越華街交界處 消防員到場將火破滅 沒有造成任何傷亡 寧早上八時 在港島堅道152號門前 發現兩個可疑物體 和一面紅旗插在騎樓柱上面 後來軍火專家到場引爆 威力非常之強 引爆的時候 一名三十一歲男子 羅昌救助興傷 由救傷車送院急救 呼藥後 你又去哪兒來啊? 都說你這陣子不要開工了 是呀 我去哪兒來 快鬆小的 寧寧 拿到手大套 當然 這倒是 危險的 你看著甚麼 車子沒事吧 阿嬸 阿嬸 黃香梅住幾個房間 阿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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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吧 這樣吧, 香梅 如果你哥哥回來 叫他打個電話給我 好 阿忠真的來探望你嗎? 穿得這麼漂亮 好, 再見 阿敏 回來了? 待會又出去了 我還說有事跟你商量一下 我約了你, 我都忘了 是呀 那你今天早上這麼早來找我喝茶 又說待會去新街 又說今晚回來香港仔 不要緊, 明天先 明早, 我明早來找你 阿香, 行了嗎? 還好衣服 阿忠在樓下等著 拿手袋 不如我們一邊走一邊聊好嗎? 這樣的 我的拍檔說要移民去加拿大 我想如果強哥你有興趣 不如拿他的股份過來 他佔百分之六十而已 又不會太貴 我們可以去吧 好啊 這樣吧 我們明早再詳細談談 好啊 好啊 好啊, 我這邊談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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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來吧 你放心吧 現在的人很飛的, 懂得借艇割禍 專門過橋抽板, 我在早幾年 讓他一腳就出來了 有想過移民嗎? 去哪兒 澳洲, 英國, 或者美國 我們要, 情雨霜霜larda, 英乱的傷害望 你祢想去, 我們也可以幫你 這三姐妹的歌舞不錯 人家長得漂亮 要不然的話, 哪會有這麼多 我是做生意的, 在商完商 對於看不透的東西, 我不會冒險的 因為我住在美國 對這裡不是很清楚 如果我貿易投資置業 就强我所難了 對了, 湘匯和阿忠行得怎麼樣? 不錯, 比我想像中好很多 真的嗎?那恭喜你 你就是做大球 是 那謝謝你 怎么这么快 雨琪 妈 妈 雨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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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衣服礼物是我特别安排的 雨琪是我的女儿, 是不是你特别安排的 是我和嬴叔叔 现在应该叫爹地了 他来纽约的时候, 我们已经计划了 妈, 你这么漂亮, 别乱说了 让我帮新娘吧 傻女儿, 不要笑妈妈 妈妈什么时候救你漂亮 我 回来香港, 又不觉得香港那么远 好多了 早一段时间我看报纸, 多怕你们两个有事 没事的, 通街菠萝的时候, 我们还有很多订单 是啊, 很漂亮 是啊, 你们有没有打算过美国 没有, 我们在这里有这么多事做 是啊, 我们刚刚才开始 我请在座各位见证 我应康明, 取莲玉正, 为我合法妻室 我请在座各位见证, 我莲玉正, 嫁你应康明, 以你为我合法丈夫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一, 二, 三 每个月 你来, 我要拍照 我来拍照 夕阳 夕阳 夕阳, 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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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媽, 你們先拍照, 我馬上回來 請你等一等 我還記得那天你來學校還書給我 那個男孩現在怎麼樣? 她在這裡 她回來了? 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見她 現在新界很多人都把那些田變成魚塘了 坐在這裡, 怎麼比舊底的那個艇 傲來傲去 打風下雨就很害怕 問心說 不辛苦怎麼都自在 你怎麼回事? 怎麼了? 新聞 最討厭就是新聞 她最討厭是看香港警察威水的新聞 沖茶吧 我這次去主要是為了興建海底隧道工程 去跟幾間銀行和工程公司接觸 我對於這次工程會有很大的信心 信心 我爸爸送了很多給我 我都信心十足 你看看這幾十年來 香港人都經歷過幾次風浪 但每一次都能夠快遷為 這個人 我好像很熟悉 有很多的本職 年輕時 根據我爸爸創我的船 我來香港 我當然會 經常在甲板上返不完 上房間 一進房間就跟爸爸吵架 你也像他做成這樣 是爸爸和他鋪路 阿楠, 我還錢給你 阿楠, 你數一數 我知道, 現在是二萬元, 跟以前就差得遠了 你讀書讀甚麼? 設計 是的, 現在外面競爭很厲害, 甚麼都說設計 你這麼快就找到錢還給我 我想還多些 十年這麼久, 只你認識也不少 阿楠, 我想今年多買些魚廟 我還是走了 阿楠 阿楠, 你唱一首歌給我聽 受不寬 賣花過日常有花 彷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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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楠 彿 感谢观看 妈, 吵着你 没有, 我还在收拾 你后日才去, 这么快就收拾 去两个月这么久 去这地方又会冷又会热 要收拾很多东西 你这笔羊就是这么紧张 去到就要收拾 轻松一点 我刚才见过郭亚蓝 我还一些钱给他 好, 那就可以了见心事了 你还在想什么 郭亚蓝说 做事由爸爸照着 会容易得多 我就不信了 很多人就没有爸爸了 我一样可以成功 乙琪 你有没有想过留在香港做事 我和郑叔叔 郑郑叔叔 那不是叫什么 我们都想你留在香港 我不回去 你这艘船去到纽约 谁来接你 是否有个男孩在那儿等你呢 妈 我有件事要给你 你记不记得我们来香港那一阵 记得 那时候香港也没现在那么漂亮 还有呢 还有 你卖好眼睛 你干什么 你卖一点 我卖好眼睛 可以看 你打开 好漂亮 傻女 为什么浪费这么多钱 真是跟媽媽以前那一條一模一樣的 先搞定它 我只是教你硬門 不是教你麻雀 拿一副東西幹甚麼 我敢擦乾淨的牌 如果我不靠它 我哪有錢交學費給你 那我教你的數目 有沒有練熟它 有, 我很糟糕 123至99 我都熟了 又是挺熟 那我教你練一把 好啊 有時候我想問人家拿一張一百塊錢 洗一下也不知道怎麼說 師爺撲 如果人家反過來問我拿一百塊錢 我說沒有 應該怎麼說 容易 不容易 米一巴打我便行 怎麼說 怎麼說 米一巴打我 懂嗎 說快點 米一巴打我 就是 打打我 打打我 我跟你猜 我跟他抹著它 很容易 的 米一巴打我 好 對了, 師爺撲 一百怎麼叫 你大早還沒有教 是啊 你聽著 一百 一百就叫做 一百 一百 怎麼說 這麼難說 我跟你抹著它 對了, 溫, 就是溫柔的溫 你不要寫溫柔的溫, 我不會看的 你發雞溫的溫呢? 也好, 哼, 哼的財運, 哼通的哼 寫老哼的哼 又好, 哼的哼 師爺坡, 你怎麼畫豬頭在這裡? 豬怎麼叫? 豬怎麼叫? 豬 豬呢, 就叫奪, 奪, 奪 那就溫柔的溫柔 這麼容易也不懂 來, 誰? 新的故事 麻煩你 美國領事官有封掛落信給你的 是嗎? 師爺坡 麻煩你下來給我看看雞腸 我不是叫阿仆 我是叫阿伯, 這是銀門 阿仆也是這樣, 阿伯也是這樣 一句 不知道是甚麼事 我看有聲音, 姑嬸 甚麼聲音 你叫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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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 你叫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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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 我真是不明白太太 為甚麼你讓她來 她總是不肯來 以前嘛, 是因為有好些人在這兒 我了解她的心情 可是現在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 要是媽真的下來 她能不能適應我們這兒的生活 二十年的距離是不容易拉近的 是 是 少爺, 你胖了一點 得提口氣才扣得上 來 好, 因為我要去啦 哎, 仁少爺 你幾點留上電視啊 八點八 各位將會在未來的十日裏面 充分地欣賞到 由本港各社團機構 和各階層人士所表演的多項精彩節目 在這兒我謹代表籌委會 衷心地多謝他們的支持 希望這個首次舉辦的香港節 能夠帶給香港市民一連串的歡樂 多謝 多謝籌委會主席侯丹先生 然後請侯活著事主持兩燈儀式 請 lacking注意 請您現在請要請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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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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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去吧, 去吧, 去吧 快點, 不用緊張 哪位? 真是, 中 你在搞甚麼鬼? 你說哪個律師說 人家在美國領事館叫你去 你沒去到, 是不是? 有甚麼好事 是 如果你不認識, 別人帶你去 你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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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甚麼?你不想來? 你不怕死嗎? 現在香港這麼太平 又沒有隨街菠蘿 黃皮也沒有一顆, 何必怕 我真是被你氣死 那你真是賣我小豬 那怎麼說得賣你小豬 豈不是益了你, 成家立室 有老婆 你還打電話?外面有很多事 快點 阿嬸, 我找個律師 替你研期好不好? 你以後好心, 你就麻煩我 臟然是三十幾 現在過來… 十四和海黑鬼的雞炒 這麼久了, 人家吹 我們這麼久了 快點 是啊, 我們這裡是香港節 花車巡行 現在電視上很多東西看 就嘻嘻嘻嘻嘻 阿嬸, 現在很忙 我沒空跟你說這麼多了 你自己保重 你以後老婆生孩子 才好打回來 這樣吧, 你們保重 你看他多開心 臉子蓉的樣子 這個傻子 這個傻子 我問他老婆生孩子 他說你自己保重 你自己保重 這也是這樣 這也是 對了, 師父 英文 保重那兩個字怎麼說 保重? 保重? 是否叫他迪姬 是…迪姬 迪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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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迪姬 迪姬 不用碰了 我吃 不是說叫我走 走甚麼 怎麼像在香港這麼開心 你說是嗎 不是 也可以 把新放在香港 靈姬 這張序 用幾句 他日喜悦 莫以海角基层 去浩光饮 浪费此处艳阳朗远 人生港式认 或者世情多冷却 随风飘零满地 总指向谁求主 容我香港随 1967年发生的六七暴动 那时香港人很害怕 听到的就是土制波罗 原来在香港历史上 都有恐怖袭击 周边都放肆了很多不同的土制炸弹 随时市民的生命受到威胁 我当时还是很小的 但我真的记得有一次戒严 我记得是和妈妈在利敦岛逛街 夜晚来的 走着走着的时候 那些人就散了 然后看到整条利敦岛清空了 有一边就站了几排的防护警察 然后远远看到有些人在操线 然后大队就疏散了 但是那个景象到现在 虽然已经过了四十多年了 印象仍然是深刻的 这样搞法就整天都死了 有什么办法呢 这些时势这么不好 整天开不了工 真的吃谷种吗 如果看回当时的发展 可以说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其实是一个勞资斗分 那些工人就觉得受亏待 他们就要争取合理权益 接着遍地开花了 到处都搞工民 当局势一越走越差的时候 就完全控制不了了 到了第一阶段的时候 就土制炸弹了 今天凌晨三时 在里玉门道近观塘警署路上 发现有九个怀疑是炸弹的物体 后来军火专家到场将它引爆 同一时间 在观塘区又发生纵火事件 放火的地点是翠平道 协和街和越华街交界处 消防员到场将火破灭 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令早上八时 在港岛兼道152号门前 发现两个可疑物体 和一面红旗插在骑楼柱上面 后来军火专家到场引爆 威力非常之强 引爆的时候 一名31岁男子罗昌 救助轻伤 由救生车送院拾走 呼药后 那时我又有遇见过 有些人就玩东西 弄古的时候 就无端端弄字条 同包我密架 这些有很多其实是假的 但是在气氛里面 变成了大家越来越紧张 但当时恐慌真的很厉害 所以后来进入暴动的第三阶段 民众的意向开始改变了 唯有了民意的支撑 政府亦都敢放手去执押 和去绽平暴乱 当时英国人真的很厉害 他们去北角的华丰国货 就是一个左派的基地 当时就搜出很多海山刀 各种各种武器 但是有趣的地方 今天很多北角的居民还记得 当时英军是用直升机 在华丰国货大厦的顶上 同步地下部署了警察 然后一施号令上下夹攻 所以当时我估计是 被民众觉得政府很有为 很有决心 这也是心地战的一部分 在华丰国货大厦的